航天工程涉及的每一类学科 每一个知识和每一项技术的背后 都蕴藏着无穷的秘密 留待人们去继续挖掘 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走进爱因斯航天精神及航天文化教育展示基地 这里将航天故事与文化创意相结合 航天科技与科普教育相结合 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航天特色展厅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眉眉徽章重温一段历史 回顾任务使命 了解航天发展的历程 每一眉任务徽章就像每次任务一样独一无二 收藏的不仅是一眉眉徽章 更是徽章背后浓缩的航天文化 通过这个文化的创意能够去吸引到大街 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创意背后 有一些深刻的一些海域啊 包括一些小的采账卖在里面 然后在就是吸引大根里同时 他们又觉得这个产品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是从而去影响更多人 来期待我们的文化 展厅内除了陈烈的任务徽章 模型展示以外 还将科学家精神以实物化的形式呈现 采用研学 讲座 沉浸式体验 科学实验等方式开展社会实践 航天科普导师们将航天前沿动态呈现给孩子们 激发青少年 对科学知识的好奇 在这片知识的星海中 青少年们有了路标 让学生们他们可以沉浸在我们航天的这个场景当中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初衷 其实我们可以在 比如说像我们的上海天文医馆 在我们的中华问天展区 那其实是由我们的一个水月球场景 还有一个我们的火星场景 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 这种任务式的场景的一个打造 那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科技馆的一些展区当中 或者我们有一些航天主题的这种大型的场馆 那对于我们学校这个里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一些航天主题的一个实验室 包括到我们比如说像碳月的 碳火的 我们用载火箭 或者说我们这个卫星 各个不同主题这样的一个实验室 能够让学生沉浸式的学习 爱因斯贵上海的中小学 搭建了很多教育平台 开发了航天科技课程 举办了青少年航天类型的比赛 还开展了一系列的航天特色活动 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航天研学活动 能够让学生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感受航天的这个魅力 那当然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各种航天主题类型的一个比赛 比如说卫星宰荷设计这样的一些比赛 那也通过这种比赛的形式 能够激发学生们不论是个人能力 还是团队合作这样的一个能力 能够让大家从不同的维度 感受到整个航天科技的魅力 同时也希望能够用这种航天的精神和文化 来感染我们所有的新照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